本土疫情再度升溫 今天確診新增了1626例 再創新高 而對於目前的防疫措施 你最不滿的是哪一項 因為掃死連治又沒有明確性檢查 沒有就沒有什麼用 因為還是有很多人不會正常掃 去哪裡就是都要掃死連治 我都很認真 但是我也不知道有沒有用 是民事 有用嗎 現在都不管治吧 沒掃 掃了一百掃 我覺得就是我們台灣人就是鬆懈了 確診後流程無煞煞 根本搞不清楚要幹嘛 確診後的流程無煞煞 對 這個我覺得比較 讓我覺得比較 不曉得應該要怎麼做下一步這樣子 確診後他應該是要在醫院 或是在家裡就是好好的 說會不太清楚要幹嘛 然後因為現在很多 不是都是在家自己 就是自己隔離這樣 可能沒有講清楚 最近我完全搶不到 買不到快篩有點困擾 對 怎樣 我昨天跑二十幾家都沒有 但家有 對 一個都沒有 就跑了二十幾家 一個人跑二十幾家便利商店 就沒有一家有 以前不是都沒有要推普篩嗎 對啊 那我不知道不推普篩 是不是因為篩機不夠 還怎麼樣 像我今天看到那個兒童死掉的 滿難過的 小朋友都還沒有打 打得比較多 我覺得應該要就是可以讓兒童趕快打到 因為畢竟小孩子感覺抵抗力沒有打得那麼好 現在不打小朋友都是一個缺口啊 對 家長都會小嫌 都會怕怕 買不到BNT要小朋友打莫德納 你為什麼選這個 因為這風險很高啊 如果小朋友打莫德納也發燒了幾天 如果真的好不了的話怎麼辦 然後政府會負責嗎 因為莫德納要銷太強了 對啊 怕小朋友會受不了 所以家長會覺得不安全 要兒童打莫德納 我貼這個啊 為什麼 就是說 看好像全世界 還沒有讓小兒童打莫德納的 就是打BNT 目前沒有BNT 可以打這樣子 你現在與那個病毒共存 但是問題是 那你這樣子沒有意義啊 那還是有人會出來 然後你看每天都破千 對啊 就覺得好棒棒 聽政府的就對了 聽政府就對了 總不會害你們吧 最終民眾選的答案是 確診後流程無薩薩 到底是要居家隔離 還是要送去集中檢疫所 根本搞不清楚 的確啊 真的搞不清楚 我們剛剛看到街坊 民眾說確診之後流程到底是啥 大家都不知道 無薩薩到底要居隔還是去醫院呢 我們完全 政府好像都沒有說清楚 講明白讓大家非常的亂議員 您怎麼看 所以我現在就是說 所有的SOP流程都沒有搞清楚 那我覺得中央應變 實在是有 實在是非常的荒腔走板 那其實從 昨天開始宣布 輕症 包括 原本是四半 六都四半 那從昨天開始 輕症 確診 確診之後 Community確診之後的輕症 是在家居家照顧 現在流程是這樣子 所以在家照顧之後 除非你有轉中重症 有出現三個情況 包括你的症狀 變嚴重之後 才要打119通報 就說 你有相關的包括巴燒 甚至有其他的症狀出來 才要轉 轉119 轉到醫院去 從昨天開始 輕症就是在家 那解隔離的話 當然 他有幾個標準 包括三個標準 包括PCR 兩次採檢因 然後還有CT值30以下 這些都有他的標準 可是指揮中心 沒有宣傳好 沒有應變好 我覺得說 連現在很多人對於輕症 到底要不要在家照顧 要怎麼去照顧 還有包括在家 譬如說投藥送藥 在家裡面準備退燒藥 有沒有足夠 這個中央都完全沒有應變好 所以台北市長柯文哲 才會講說 在家準備土拿藤也ok 就說要準備退燒藥 那第二個 血氧機夠不夠 也沒有處理 第三個快三劑 你夠不夠 這個大家都在搶貨 你看 變姊妹在接訪的時候 就問到很多的問題 還有包括大家現在討論的 第一個實聯制還要嗎 現在如果說足跡不公布的話 實聯制你要繼續下去嗎 所以我覺得這個 很多都是問題 所以沒有處理好 整的就會天下大亂 就說兩個層次 第一個 目前實聯制快篩劑 要怎麼去做到 第二個 我們確診的患者在家 怎麼去居家照顧 轉中重症之後 怎麼去處理 中央有責任啊 你不能雙手一攤 把所有責任推給地方 然後就說自主應變 好像過去有功勞的時候 就是中央的 出包就是地方的事情 陳時中好像永遠都是死人一樣 不會有錯 我覺得今天疫情走到現在 大家在推估 現在有可能說 陳時中講說確診總人數會突破1萬人 或者說我們比照南韓 或比照其他各國 確診人數會到16% 那是四五百萬人 這些都是推估值 沒有問題 可是我們疫情高峰 現在才剛開始而已 很多家長 很多學生 很多人都很恐慌啊 譬如說學生家長 那麼多學校停課 學生在家裡 那家長怎麼辦 家長是不是也要請假照顧學生呢 那如果很多上班族 如果有人確診 那未來停班停課 怎麼去處理 我覺得指揮中心 把這些SOP流程 完全都沒有公佈 那現在好像說 現在到現在 居家隔離的 有5萬多人確實很多 可是SOP怎麼做 中央有責任 不能推給大家說自主應變 這種回應實在非常的瞎 實在是完全的推卸責任 好 非常感謝民賢議員 能提供寶貴的一個分析 感恩您 謝謝您 拜拜 謝謝 拜拜